身穿潛水裝的男子躺在單架上 表情痛苦哀嚎 因為他的左腳腳掌不見了 救護人員跪在岸邊 拿出止血袋 還有一卷又一卷的繃帶 趕緊加壓包扎男子的左小腿 並且將他緊急送醫 其他人則是再次背上氧氣瓶 重回海裡幫忙尋找腳掌 找到後跟時間賽跑送到醫院 而事發當時目睹一切的學員 嚇得蹲在一旁直直發抖 這起意外就發生在18號下午1點左右 吉隆北寧路平浪橋旁 41歲無姓潛水教練 帶著35歲成性學員 在長潭里漁港進行潛水教學 教練發現成性學員 被暗流衝到漁船的航道 而正有一艘漁船行駛過來 趕快游過去將他的頭壓進海裡 但教練的左腳卻不幸被螺旋槳攪入 這海域潛水遊客變多 主要是大五輪沙灘 上周光一天就發生五起溺水 三人死亡 市府因而連同朝進公園 一起關閉沙灘一周 不過還是被直擊 有遊客會闖入大五輪沙灘區域游泳 沒想到現在遊客轉往長潭里漁港 也發生意外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